大家好,我是王普,来自DaytonLawed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用Rust一部框架实现RDMA编程这方面的工作 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名字是王普,我在Google美国工作了一些年 后来我回国,现在我创建了DaytonLawed DaytonLawed是一个高性能的开源,分布式存储平台 我们打造DaytonLawed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要实现高性能 我们怎么实现高性能呢,对于存储平台来讲 是要通过软件和硬件的联合深入优化来实现高性能 这个是我们在Github上开源项目的地址 那DaytonLawed它是软件部分是由Rust写的 然后DaytonLaw硬件部分 主要是实现RDMA,还有这个NVME over Fabric 这些都是高性能存储常用的技术 那今天我的talk主要分这么几个部分 先简单介绍一下Rust和RDMA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用Rust一部框架来做RDMA编程 然后最后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用Rust一部框架主要解决的RDMA编程里面的一个痛点 就是RDMA的内存管理 好,先简要的介绍一下Rust的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Rust它从语法的角度实现了类型安全 内存安全和现存安全 所以的话用Rust来实现一个复杂的系统 比如是多线程 分布式 高并发这么样一个系统 用Rust来实现的时候它的开发效率会很高 调试的成本会很低 所以像Linux内核这样复杂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内核 Linux内核社区也注意到Rust这些优良的特性 所以Linux内核社区现在也开始接受Rust来实现一些 这个 一些这个 Kernel里面的Module 好,这是这个Rust的一个简要介绍 那接下来是Rust的一部框架 Rust一部框架 它主要有三个主层部分 一部的执行器 还有一个唤醒器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工作线程池 那Rust的这个一部框架里面 把每一个这个Io任务都抽象成一个一部任务 那这个一部任务由这个一部执行器来调度 那这个一部任务 比如说它被阻塞了 它要等待其他的 其他的Io世界发生 这个一部任务才能执行下去 那么这个一部任务就要进就被阻塞了 那当这个一部任务所等待的这个Io事件发生 那么由唤醒器来唤醒这个一部任务 唤醒之后 接下来这个Executor直行器 再把这个唤醒的一部任务 放到这个工作线程池里面继续执行 这是Rust一部框架 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那Rust一部框架非常适合Io编程 因为首先这个Rust的整个这个一部编程框架 它里面的这个工作线程池 它是无阻塞的 即便一部任务本身 对吧 因为它要等待Io事件发生 一部任务本身可以被阻塞 但是Rust的编程框架 一部框架里面的这个工作线程池 是不会被阻塞的 因为当一个一部任务阻塞之后 这个任务就进入休眠了 那一部的这个执行器 会给这个工作线程 给它分配另外的任务去工作 所以 一部编程框架 Rust一部框架 它的这个工作线程池 本身是不会被阻塞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没有上下文切换 因为这个不同一部任务之间的切换 是Rust的这个 一部框架里面的执行器 来执行的 所以它整个这个 一部任务切换都发生在右护台 然后 这个Rust的这个一部编程框架 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它采用同步的编程风格 来实现一部的这个业务逻辑 也就是说 同步的编程风格串行执行 很符合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 那传统的一部编程方式都是靠回调 那整个一部逻辑散落在不同的回调函数里面 就很支离破碎 代码的维护成本很高 可读性不好 那Rust的一部编程框架最大好处就是 它采用这个同步的风格 来实现这个一部的逻辑 那让整个代码 看上去 看上去像是串行执行 但其实是一部执行 极大的降低了这个Rust的一部编程的复杂度 减少了这个调试成本 提高了这个开发效率 所以Rust一部框架非常适合这个Io任务 Io方面的编程 接下来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RDMA RDMA是一个高性能网络框架 RDMA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数据通路 Bypass Kernel 就是RDMA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这个数据不会经过内核 所以RDMA的这个数据传输的时候 它有这么几个特性 它是无阻塞的 它是这个底线RDMA的硬件直通到用户台的内存 然后因为这个RDMA这个数据传输的时候 它也不经过 Kernel 所以也没有上线文切换这个代价 然后再一个因为RDMA这个数据通路 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不经过 Kernel 所以它也实现了零拷贝 就RDMA传输的数据直接从硬件网卡上 就传输到了这个用户台的内存空间 所以RDMA由于这些特性 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性能的网络协议战 它比TCP IP这个网络传输性能要高很多 所以RDMA经常用在超算中心 或者高端存储这些领域 然后这个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 RDMA的这个它传统的编程接口 它传统API叫Verbs 所以这个RDMA这个API接口的名字是Verbs 它是用C写的 下面这是一个RDMA这个Verbs接口的一些例子 那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RDMA这个Verbs接口呢 它有一些很显著的缺点 首先到处都是罗指针 这都是罗指针 这些罗指针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它罗指针就不是类型安全的 比如说这有Void星指针 这个Void星这个指针 可以转换成任何类型 那所以Void星这个指针 它就本质上不带任何的类型信息 所以Void星指针做不到类型安全 再一个这些罗指针 这罗指针 它做不到内存安全 因为这个罗指针本身并不表征 它这个指针指向的这块内存空间 现在是还能继续使用 还是说已经被释放掉了 不知道 所以罗指针本身也不保证 内存安全 然后再一个 这些 RDMA这个Verb 这些编程接口 太过于底层 比如说对于内存的管理 几乎都是手动管理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什么 数据结构 好 掉这个创建函数 创建一个 掉一个创建函数 创建一个RDMA的数据结构 销毁的时候 那就还有相应的 这个DLK的这些函数 去销毁这些数据结构 所以基本上创建删除 都是要手动实行的 那这个 这就很不好debug 当你这个代码复杂了之后 很容易忘掉说 这个数据结构在哪里 这个 这个 创建的 那它有没有被释放 就很不容易搞清楚 所以呢 这就是说RDMA 它用C写的这个API接口 Verbs 这个使用 很不友好 那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ROST 来做这个RDMA编程 首先 我们为了方便 这个ROST 这个 开发者来做RDMA编程 我们实现了一个 这个用ROST实现了一个RDMA的这么一个 一步的编程接口 这是这个 我们用ROST实现的这个一步编程接口 在Github上开源的地址 那这个我们用ROST实现这个RDMA一步编程接口的时候呢 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把ROST这些C语言的这个函数 用ROST重新定义一遍 更多的我们是按照ROST的一些语法 语言的特性 来实现这个RDMA编程 首先就是要调试友好 就是说 不要太过的底层 把很多底层的细节要封装掉 再一个 类型安全 和内存安全 我们借助于ROST的语法特性 来保证在RDMA做编程的时候 用ROST做编程的时候 能够实现类型安全和内存安全 那RDMA本身的它的API Verbs它是支持线程安全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用ROST实现这个RDMA编程 用ROST封装了一个RDMA的API接口 我们提供类型安全和内存安全 然后再把底下很多RDMA这个接口 太过于底层的细节封装掉 这样的话让整个ROST的开发者 在开发RDMA程序的时候就很友好 调试成本比较低 符合ROST的这个语法的特性 语言的特性 另外一个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用ROST实现这个RDMA这个API的这个封装 做成异部的方式呢 本质还是因为这个异部的这个编程方式 对于IO更加的友好 那所谓对IO更加友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实现更高的性能 首先RDMA本身 它的数据通路是无阻塞的 也是没有上线人切换的 当然RDMA的这个数据通路 还实现了零拷贝 那RDMA在做开发的时候 这个RDMA的应用程序 因为它是这个RDMA本身 它是一个网络应用 它本质属于这个IO应用 那这个IO应用 涉及到这个通过RDMA去做数据的传输 那所以RDMA的这个应用 它这个用户的逻辑 就要把这个 这个共享的数据 通过RDMA传输出去的数据要准备好 比如说从硬盘读一块数据到内存 然后这块内存的数据通过RDMA 通过RDMA共享给远端 那么从本地硬盘读一块内存 读一块数据到内存 那这个操作用RUS的一步来实现 就可以实现无阻塞 和这个没有上线文切换 前面介绍RUS的一步 框架的时候 这个介绍过RUS的一步编程框架 可以实现这个无阻塞 和没有上线文切换 那这样的话 用了RUS一步编程框架 再加上RDMA的特性 能让整个RDMA应用 它整体都能够实现无阻塞 和没有上线文切换 那这会大大的提高这个IO的效率 IO的性能 所以为什么要用RUS一步框架 来实现RDMA这个编程 本质就是要提升IO的这个性能 好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RDMA在做内存管理的 方面的一些这个 一些核心概念 这个是RDMA这个API接口 Verbs里面定义的一些核心概念 这个首先 这个RDMA在做这个内存管理的时候 通过这个Verbs接口 它的API接口 来实现内存管理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手动来管理的 首先它有三个核心概念 首先是这个Protection Domain 保护域的概念 这个保护域是用于在不同的RDMA程序 不同的RDMA进程 之间来做这个隔离 或者可以更犀利的 不同的县程之间隔离 都可以 所以这个Protection Domain 是一个也是个 它是保护域 也是个隔离域 让这个Protection Domain里面的这些内存 只能被同属于同一个Protection Domain 下面的这些数据结构可以访问 跨Protection Domain 是不能访问这些里面的内存 这些数据结构 然后另外一个Protection Domain里面 可以注册多个Memory Region 多个Memory Region 这个Memory Region 这个它的这个注册创建 是一个重型操作 因为它要陷入内核 因为RDMA这个它要求这个Memory Region 它申请的这块内存 必须常驻在内存里面 不能被交换到硬盘上 不能被swip到硬盘上 因为RDMA 它只能这个这个访问内存 它不能直接访问硬盘 所以这就是RDMA它这个本地的这个内存 它要求常驻在内存内存里面 所以Memory Region这个创建和这个销毁操作 都是重很重的操作 然后这个为了降低这个 这个Memory Region 这个它的创建删除这个这个很重的开销 RDMA又引入了一个概念叫Memory Window 就是在一个Memory Region里面 可以再创建多个Memory Window 这个不同的Memory Window 它来把这个Memory Region 这个这一大块内存在划成不同的小的块 给它不同的这个数据结构去使用 所以Memory Region的这个创建删除销毁 都是比较轻量的操作 所以这个RDMA的内存管理三个核心概念 Protection Domain Memory Region 还有Memory Window 但是呢这个RDMA这个内存管理的时候 它这个这个这个复杂度比较高 它很多操作太过于底层了 比如说Memory Window创建 它要好几个步骤 首先想先做Allocate Memory Window这个数据结构本身先创建出来 然后再把Memory Window Bind到绑定到一个Memory Region上 但这个Bind的操作执行完了之后 不代表说这个Memory Window 就绑定到一个MR上绑定成功了 不是的 而是说这个Bind的本身 它其实是个异步操作 它函数执行不代表这个Bind的操作执行完成 Bind的函数调用完之后 需要RDMA这个用户程序再去轮巡 去不停的查 查这个Bind的结果 最后查出来 Bind是否成功 Bind成功以后才能真正开始使用Memory Window 指向的这块内存 所以就说这个Bind Memory Window这个操作 它是一步操作 所以它非常清凉 但是它也是有很大的代价的 就是说它开发复杂度高 后面真正Bind的成功没有 要用户程序自己去轮巡出来 所以这是个很detail 很low level的一个变成方式 它让这个开发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 所以这是Verbs 这个接口很大的一个缺点 非常低层 好 那我们用Rust 来实现这个RDM内存管理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说 把很多底层细节都封装掉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是采用Rust的标准库里面定义的 Allocator这个Trait 内存分配器这个Trait 用Allocator这个Trait来定义Memory Region这个数据结构 这样的话用Memory Region这个数据结构去封装它的这个创建和销毁 这些RDM这些Verbs这些接口 但是这么做呢 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采用Rust的标准库的这个Allocator 这个内存分配器这个Trait 来定义Memory Region 它就丢失了这个内存使用的上下文 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看这个例子 Memory Region就是我们按照Rust的这个标准库里面的 它的这个Allocator这个内存分配器 定义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那Memory Region这个分配器 定义出来这个分配器 好传给Rust的另外一个数据结构叫Vec 这个叫Vector 那Vector这个数据结构在Rust里面非常常用 那他要创建内存 创建 要申请一块内存的时候 他就找Memory Region 创建好之后传递给了Vec 但是当Vec 第一次创建好之后 逐渐往里面写 写数据快写满了 Vec会做Reallocate 他会 再申请一块内存 申请再申请一块更大的内存 这是新的内存 再把原来老的内存数据拷贝到新的内存 拷完之后 再把老的内存释放掉 但是Vec的这个语义呢 和RDMA的这个语义是冲突的 因为RDMA要求Memory Region 它在内存里面 是固定的 位置必须是固定的 不能被移动 因为远端要来访问 这个Memory Region 你Memory Region 在本地的内存位置发生变化 远端不知道 所以远端过来一访问 就变成非法访问 但是Vec这个数据结构 它显然是不感知RDMA这个语义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把Memory Region 采用RUST标准库的这个内存分配器 这个方式来实现的时候 它无法感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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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数据结构 是什么场景 来找这个Memory Region 来分配内存 所以 我们的方式是说 我们自己定义了Memory Region 这个数据结构 它完全遵从RDMA的语义 来这个管理内存 也就是这个Memory Region 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数据结构 它完全能够感知到 是什么场景下 来做这个内存分配 比如说举这个例子 RDMA这个 原子操作的例子 Atomic 原子操作的例子 它在做内存分配的时候 它要分配一个八个字节的 一个内存空间 也就是一个64位的整数 但这64位整数 八个字节内存空间 RDMA的Atomic 是有要求的 要求它必须按照八个字节对齐 也就是说 RDMA原子操作 它申请这块内存空间 它在Memory的Layout上 是有要求的 要求按八个字节对齐 因为Memory region 这是我们自定义实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按照 RDMA这个语义 这个特殊的语义 来给 比如说 Atomic操作 来分配一块内存 这样的话 一方面 也符合RAS的语义 对吧 分配内存 好分配 那回收的时候 会自动回收 这都是RAS的语法特殊 保证 而且 我们自定义 Memory region 这个数据 能够完全的遵从 RDMA的语义 好 这是用RAS的 来实现这个RDMA 这个内存管理 的一个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要感知RDMA的使用长久 那另外 我们还有RAS的一部 一部框架 来实现在RDMA内存管理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 要来这个管理 这个 Memory region 它的生命周期 并且 把Memory region的生命周期 跟远端进行同步 因为RDMA本质 它是把一块内存空间 和远端之间进行共享 所以RDMA本地的这个Memory region 它这个内存的生命周期 远端是一定要知道的 不然这个远端来访问的时候 这款内存已经 本地内存已经消亡了 那远端访问 就是个非法访问 就失败了 但是呢 这个Memory region 它的生命周期 在本地和远端之间 进行同步这件事情 进行这个 这个沟通这件事情 在RDMA的这个API接口 Verbs里面 是缺失的 它要用户自己来实现 所以那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 用户来做RDMA编程 这个复杂度就高很多了 RDMA这个用户 开发的时候 还要自己来管理这个 内存的生命周期 和远端之间进行同步 那这个 这个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这个 用RDMA的异部这个框架 来封装 RDMA的这个 EPI接口 里面很 重要的一块工作 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 RDMA这个内存的 生命周期管理 而且这个生命周期 和远端 是可以进行 进行同步的 我们怎么怎么实现呢 我们对这个 本地的Memory region 这个它 它这个 创建的这块内存 它跟内核 申请到这块内存了 我们给每个Memory region 都挂一个 这个Atomic Reference Counter 一个原子的 这个引用技术器 这样这块内存 对吧 当它要共享 给远端的时候 它首先要注册 给这个RDMA的 一部框架 这个一部执行器 这样的话 注册进来以后 这块内存的 它Reference Counter 就要加1 那这样的话 一部执行器这儿 有一个对 这个Memory region 这个内存的 这个一个引用技术之后 即便用户的程序 把这块内存销毁了 但这块内存 因为它的引用技术 这个不可能真正变成零 因为这个 一部执行器 这儿还有一个引用技术 所以只要这个引用技术 不为零 这款内存就不会真正销毁 只有当引用技术为零 这款内存才真正销毁 那这样的话 用户怎么来操作这款内存 对于这个远端来访问的时候 都是安全的 因为这个一部执行器上 它还有一个指向内存的引用 这是第一步注册 这块内存注册给一部执行器之后 一部执行器通知给远端 这个通知可以是点对点 也可以是通过一个中间的代理 来通过给远端 通知给远端 远端机器 拿到这个内存的这个通知之后 它过来访问内存 访问结束之后 通知这个一部执行器 一部执行器 发现这块内存使用完了 返回给用户程序 另外还有个机制就是说 当一部执行器接受到这个内存的注册之后 它通知到远端 同时它还要有一个timeout 超时机制 就在这个超时之内 远端访问 这是合法的 超时之后 远端再来访问 就是非法的了 因为这个超时机制 保证这块内存 它不会被泄露 如果没有超时机制 这块内存注册到了一部执行器 然后也通知远端 但远端迟迟不来访问 那这块内存 如果没有超时机制 就一直挂在一部执行器下面 所以我们用超时机制 保证这块内存 不会被 不会被泄露 那这样一个方式 通过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就实现了memory region 它的这个生命周期 会同步给远端的机器 这样的话 上面的rdma的这个开发者 就不需要再去关心 这个memory region 它的生命周期 怎么跟远端同步的问题 它就只要创建内存使用 然后 它也不用关心释放 释放都是RUS的这个 这个 语法特性 包括这个reference counter 这些 这些 来保证这个内存的自动释放 但这个机制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 这个atomic reference counter 它是个原子操作 它引来了一些额外的开销 所以就说 如果memory region 这个内存 它不是频繁的床间删除 那这个 atomic reference counter 带来的开销 还是可控可以接受的 好 我就介绍这么多细节 那个 大家这个 如果感兴趣 我们在这个 用RUS的一部编程框架 实现的这个rdma 这个api接口 这方面的内容的话 可以扫这个r维码 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这个多谢大家这个聆听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这个 可以问我 好 谢谢